粉底液,气垫粉底,还有粉笔 那如何做选择呢? 如果你想要达到更专业更好的测详力 那我就会建议你选用粉底液 如果你要更方便携带的话 又有防晒的功能 那我就会建议你选用气垫粉底 那一般上在你使用粉底液的时候 可能你就要准备一些工具 比如说美妆弹或者是刷子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手指 气垫粉底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的用它自带的那个海绵 直接上妆也能够达到很好效果 粉底液的色号选择比较多 气垫粉底的话可能就比较适合 皮肤比较白色的女生或者男生 你的皮肤稍微比较干的话 我就比较不建议你选用粉底 比较适合用气垫粉底 长时间使用的话 它能够让人皮肤变得不会那么干 如果你想要遮黑眼圈 还是有一些豆八豆坑的话 可以选用气垫粉底 因为它的遮瑕力还是会比粉底来的更好一些 在家里化妆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粉底液 之后在外面补妆的话 你就可以选用气垫粉底 至于如果T字部位非常容易出油的 你可能就可以用一点点粉底 稍微做定妆这样就搞定了 多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